我们现在到了塞尾亚中部的城市 以前也是一位比较重要南部的城市 那我们要今天去看一个我们的好朋友熊老师 他的那个时间 文化的 待了很久了 以前在国内教书的 所以我们都是叫熊老师 那是很有久 在战争之前 在战争我们是97年开始过来 97过98之后 是陆续网站在在谷歌地图上面可以找到是叫特别时候 有吗你看这个 他现在在 不开了是吧 啊准备反正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立秀 嗯 楼囊楼囊 中文老师号 中文老师号 这才四中心发现 嗯 马上 对 嗯 也没有数个牌子全场disco 我没写了 所有的减 40% 对对对 40% 啊挺多人呢 人今天很少了 现在已经减了很久了好几个星期 好几个星期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排队的 都是排队 因为全部是 互门大产卖 因为我们的 不分东西全部 对我们的利润毛利大概也就是 40%所以等于是 全部都是 保本处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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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得 还得去房租 还得去云投 对对对 等于是亏本吧 房租啊 电源 工资啊什么东西 这个 当年 陈伟过来的时候是最流行的 嗯 两年前自监投了 这个自监投了 有的200多地拿拿过来 到后来 去到最便宜的时候 10个地拿 10个地拿 1块钱不到 所以说我说那一波会死很多人 好的时候你可能翻六倍 五六倍 卖出去一个 嗯 就成本价可能五六块钱 我记得 这些东西就是 太流行的东西 流行来的快 去的也快 去的也快 对 然后在路上的就很可怕 对对对 货柜在路上的 一整个柜过来 这可是量很大的 这样地方又小 嗯 就很可怕 那那清了几个几个礼拜了 哇清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 那本来店铺应该满满的呀 满满的 应该满满的东西 放都放不下 因为店铺太小嘛 嗯 现在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 好找的基本都已经找完了 那那那没有中国人过来把货底一吃 没有没有 现在的话 货太多了 帽子 没有看到价格 有有 这个七千八 嗯 七千八丁了 这个一千三 嗯 怎么差这么多 这个是一千八还是一千三 七千八 七千八吧 或者一千八 是这样 一千 一千八 一千八 一百块钱 对一千八整整 嗯 对一千八 一百块 这一千一 嗯 两千 差不多 一千多 嗯 有新的中国商店开业的 那 大人 那边他们就搞的装修啊 各方面就上了一个层次了 像我这就太太乱了 那慢慢肯定有大的大分摩出现 对对对 对对 都在升级 这边有几家 这边好 哦整个城市大概八九家吧 八九家 开个天一家 嗯 的 对对对对吗 They tie 喂 你可以 ,可以 They 我们 水 科技 我 这 house 他是意大利的朋友 他在意大利人想过来买华卫 华卫他也知道 是一个意大利的商人 然后他大利的朋友 准备把这边有个城市买下来 因为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好 把城市买下来 这有个城区的市中心的一些三层买下来 他说这边过去100米 有家中国餐厅马上要开业 所以当地也比较关注中国人在这边的生活 嗯 Good good I don't speak Italian OK Ciao I don't speak Ciao Ciao 最早的一批中国人之一 当时就是为什么要来这边 怎么决定来这边 生存呗 都是为了生存的 还能有别的什么东西 那也不是 但是我们今天 因为出国的多嘛 然后国内机会相对少一点 也是生存 这然后刚好塞尾要刚开放嘛 就过来了是不是 嗯 嗯 我们今天人到国外去 一般都是属于那个经济移民吧 嗯 主要都是别的什么很少 就是 这个等于是我们今天 一个 一种 呃 生活方式一样 我们今天人口 呃 50来万吧 50多万吧 有 30多万华侨呢 都在澳洲 哦 等于是 我们在下面还是在外面吧 外面 啊 我们喝咖啡 这就是塞尾亚人的生活状态你知道 没钱有钱都在咖啡厅呆 他在这里打发时间 那上班的时候呢 上班的时候也要喝咖啡的时间 对 那刚来着你会适应这种节奏 他们是 呃 呃 上班比如说政府部门嘛 嗯 他每天规定 有个20分钟 或者多少时间是咖啡时间 哦 那你正在排队的 啊 排到他那个咖啡时间到了 他那个柜台上面加一个 挂一个牌子 那个窗口就关了 然后咖啡 喝咖啡 然后就在里面休息了 大概是20分钟30分钟这样吧 上午有一个下午有一个 因为他们他们那个政府部门跟中国不一样 他中间没有午休中间没有吃饭时间的 哦 他比如说早上 呃 9点一直到晚上 呃 5点中间是没有停顿的 没有吃饭时间 穿插 穿插早茶 下午茶 吃饭时间 哦 像呃 像中国我们到政府 呃 部门去办事啊 你中间就比如说 12点到1点 你去 他们都是关的 这里都永远是开的 他就把这个一个小时切断 哦 他他这里面都是轮流 轮流 轮流 有个咖啡时间 也就是 二三十分钟吧 就这样 那这个这个就为了响应他们的咖啡文化 哈哈哈 不是他们 他们吃的跟什么 他们做些时间跟中国也有点不一样 像 像我们中国的话 一般晚饭都是五六点钟吧 他们夏天的话 他们有的要十点钟才吃晚饭 他们晚上 夏天的话 夜生活挺丰富的 特别是大一点的城市 你的网上到十二点钟啊 你到街上去啊 非常多的人 那个人你夜生活没拍 嗯 对到时候去拍一下 但是那当时九八年就直接朋友一起过来了 对对朋友一起过来 那时候我原来在在上海做生意 最后我是当老师的 当老师后来嘛 辞职下海 你知道九九二年那个 小平南巡啊 然后就一个风潮就是说 那些包括政府机关的 像教师的事业单位的 那时候是鼓励下海 然后很多人 就有下海这个词当时就出现了 对对对对对 当时也是一个风潮吧 啊 就是被那波潮流裹挟着 然后就下海了 但是我去上海做了几年生意 是这样的 上海去的 对后来做做嘛 感觉也没什么 然后 这青天我们出国是全传统嘛 对 然后就 就说这个地方 因为刚刚那个战争刚结束嘛 嗯 然后说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然后 98年还在进行 98年已经结束了 嗯 那个克鲁迪亚战争 不黑战争都已经 内战结束 对都已经结束了 然后说那么刚结束这个这个地方应该机会比较多 然后就过来 啊 跟朋友一起过来就这样 啊 然后这些年这么多年98年到现在 对 经历了好几个起伏吧 战争刚结束百分代行 好多 刚来的时候我是住在贝格莱德的 嗯 在贝格莱德啊 想在那边找找什么东西 嗯 当时那个时候你知道的 他是刚刚东欧那个90年的时候刚刚转型嘛 嗯 那个时候他对国外的对这个人口啊 嗯 对你这个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嗯 那时候他经济方面他外贸什么也不是非常开放 嗯 然后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开 开那个外贸公司啊开什么东西有非常多的限制 限制 包括拿这里的居留都是非常多的限制 嗯 然后这样的话嘛 很多人就是居留就是拿不到 然后就是外贸公司他就卡住不让你不让你开 然后要必须要跟找老外合资开中外 不是说中外 是塞外 塞外合资的公司才可以开 然后还要塞维亚人拿50% 还有控股权 51% 对 市场不开放 对 当时经济政策各方面 反正有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疑传吧 这是一开始是吧 哦 刚开始 对 当时也不多 所以那个当时包括政治经济方面 自由度都都都不是很够的 啊 然后嘛华人就刚过来的这里 所以生存方面就是有也是比较不方便 不方便 没那么自由 那时候没有办法开零售店 没有办法开大公司怎么办呢 呃 有几个开起来的公司他们就是外贸嘛 发一点货过来 啊 然后那么销怎么销呢 有老外过来批发的 那么大部分是中国人 中国人呢 你有没有零售店去卖那怎么办呢 就是去港籍 啊 然后我们就是 买了塞维亚 就是当地一个一个 它每年就是一个 历书嘛 就是我们中国不是以前也有 现在可能没了 啊 现在互联网发发达 那也都没了 以前有那个历书 历书 小本的 对对对对日历一样的 然后他们写起来 每个城市它有多一个几次的 星期几 星期几 这个挺好 啊 对 我们买了一部小历书 看一下 哪个城市的局势 是星期几的 或者星期三的 星期六的 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就 坐那个公共车 或者 那时候很少人有车 嗯 那时候刚出来 经济条件也不好嘛 那是我们国人 但是他们当时 还挺有钱的吧 啊 战争也干净 也不是很有钱了 嗯 他们一定的经济的 那个 底子 差不多在那个内战也 消耗殆尽了 消耗殆尽 然后当时他们 很缺少这个物资 嗯 因为你知道的 东欧这个 鸡蛋 他们就是 特别的是这个民用的 轻工类的东西 它这个 这个产业 不发达 然后生产的东西很少 大部分都是依赖进口的 嗯 然后我们中国也 比如说 服装啊 百货啊 玩具啊 那一过来就很有市场 啊 然后我们就是到每个 集市的去脉 有的人是开车啊 有的人是坐那个 长土汽车啊 就是大 它大的经济环境啊 限制嘛 就是这个 中国人就是 脑袋也灵光嘛 但是他们有 国家有巨大的需求 像俄罗斯 当时也是一样 对对对对对 有巨大的需求 它市场很大 然后中国这个 这个刚好是 包括 价位方面啊 然后品种方面啊 刚好就是 符合他们的胃口 对 要很贵的东西 他们也买不起 互补对对对对 中国汇车在这里 当然是 效率很大 然后大家都是到 各个地方去感激 嗯